在家吃烤肉 让你个七七哈哥们刷着了 这顿给我埋的呀 这个比X还特意给我送点料来 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我都懵了 我说大哥你得开300多公里到着 你就带了一包料来吗 你就没行带点肉吗 完了他告诉我 媳妇管的盐带不出来 但是带了满分微气泡果汁 他说嘎嘎的 别骑士烤肉还过瘾 完了着急忙忙就回去了 哎我没明白 他这是假装送肉 干啥挠扎身上 媳妇发现了吗 哎呀不管那个了 得亏我触个几个七哈对象 对齐BBQ也算薛薇有点了如指掌 要不我肯定给他媳妇打电话要不 看这都是水果做的 VC含量贼高 这哪喝饮料呢 这不在这吃水果碗呢吗 哎妈这狗好吃撒苹果 这个齐西哈尔BBQ正式营业了啊 首先咱们来到荤菜区 五花肋条胸口毛肚 牛子干羊排大家肥肠 哎妈哈拉糖苦肠 这边是素菜区 素菜区都不想多丑的业 这边是饮品区 一桌子满分呢 咱是文喝还是武喝呀 这小子永远也改不了 到哪先点主食的坏毛病 这一顿的怎么说呢 这个肥肠 大肉片子 就是小蒜瓣 骑士蘸料 还有满分果汁冰沙 老话说得好啊 咱是那个呀 哎妈接个大伙 我弟晚上要去店旅 我先给他带点饭吧 别出去吃那外卖了 而且他那几个小哥们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都认识 我多炒俩菜就一起吃呗 别看我们就差一两岁 但这么多年我拿他们都当亲儿子带 先煮了碗奶茶 省了他们去买那个六七块钱的破鸡 就做了两个下半夜吃的凉菜 因为头半夜这个鸡后我肯定是保不住了 后半夜要是饿了可以扣点香皮 拌上我这个蜜汁蘸料 管咋也能垫不垫不呀 我怕米饭放凉的就硬了 就直接做了个闷饭 但是有个隔路的说牙疼吃大米过敏 我做了两三明治 但薛薇有点糊了 我嘱咐我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别吃三明治 玩我炸地瓜片的时候 我就听后面呱唧呱唧的 我心就怎么的家里照耗了 瞅他吃这么香 我这一桌好菜是要留了外人甜的 这个青椒炒肉和回锅肉 就足以让我弟在今天晚上 能挑选一个离空调最近的闯铺 就更别说我这一道前老丈人 祖传的广式焖牛肉 他集结了花生酱 腐乳汁 祝侯酱这三个盲者 我还搞了点灵魂白萝卜 这一球我弟要喝个饮料啥的 应该不用自己花钱了 来吧 去香香了 烂门 NC 茴肉 麻藕 胶肉 三肢 广牛 扣鸡 还有他这一铺兜子的味蜡 打打包就给他送走了 这家头一次见这个架势去上网的 可别给他当卖盒饭的 再不让他进呢 看看最少给我留的这点剩菜 这是怕我往家令人啊这是 林总问我好几遍去不去玩 我说不去 我不玩 那小孩玩的玩 我等会换件衣服 出门洗澡去